这样子的亚马逊雨林的火灾 多少动物会遭到伤害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课题 因为像刚才已经讲到说 将近你看有七万八千多 那个整个火点 那你这样因为影响 而且这一次我觉得就是空前的一个浩劫 它几乎就太空总署 它那个卫星照下来这样 那你造成一个大面积的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它是这个地球是废 那几乎就有百分之 虽然我们不敢讲说一定是二十的氧气 是他们供应 那你想像这样一烧的话 那么大的一个面积 将近有六百多万平方公里这样烧 而且它那个烧再加上现在 因为我们为什么地球的气候会 极端的极冷极热或是洪灾 那有的地方就特别干 它一烧非常快速这样蔓延 那那个动物我跟你讲 有的这样跑得快 像在那边像美洲狮 美洲豹 就我们称的美洲虎 那或是鸟类 这鸟类非常多 飞得快 飞得快它就飞跑了 但是那边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的 这个现在最有名 像是那个卡通人家排名第一的 那个树賴嘛 就是我们称的树蓝 那个它的速度移动速度那么慢 还有那个蜥蜴或是青蛙 而且那种在尤其是在物种 在我们亚马逊这边的物种 几乎占全世界的物种的 这个十分之一 全部都在那边 对 百分之十的这个物种 在那边不管是普鲁类 两栖类 爬虫类 或是鸟类等等这些 那么多的物种 那我讲你这样一烧的话 真的来不及逃 而且再加上因为它现在一烧 那个尤其是那个树木 还有那个所谓的那个芒草 特别干 所以它就很快速 连那个要去铺火灭火 都不是那么容易 那而且现在可能就是要用那个 那个等于说那种整个 先在前面再烧出那个一段 那个把它烧干了以后 那这个 就那个火已经熄了以后 它慢慢烧过来才会有办法灭火 用空中的那个洒水 或是用那个直升去 载那个大面具去投赏 都没有办法 杯水车芯 对 杯水车芯 所以像现在这个还一直在燃烧 那如果这样烧下去的话 我觉得那物种按照我判断 真的可能会造成 会灭种 会超过可能 我们刚刚讲说十分之一物种在那边 可能全世界全球的这物种 搞不好至少是这个百分之一的物种会消灭 那个叶宝宝请教你 对 素兰在打架的时候 那个动作怎么样 非常慢 他是这样的 对 稍微你们可能还快了一点 这样子还太快 这样子还太快 那我们要演到下一节 因为他移动的那个素兰 是真的是 他跟你们打架我们继续讲完 那你们打架我们继续聊就对了 真的变得很慢 比这个还慢啊 对 还慢 因为他非常慢 他移动是 就是每一分钟只有大概 一到两公分这样 一分钟 一到两公分 我真的刚刚这样摔过来了 太快了 你们这样太快了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慢 所以我们可以到东原我们去看 因为我们那边有二指 这个一般都讲素兰 正确是要用素踏 但是因为习惯他 那我们要就是素兰 因为他本来就看起来蓝蓝 这样速度很慢 你可以去观察他 他移动到速度真的是超慢的 那只有在水里面 他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对 因为他是会游泳的 是 对 可是我们在看这五味熊 他是因为他食物里面发酵 会他就呈现半酒醉状态 所以他动作慢 但是素踏的原因是什么 素踏不是 因为素踏他为了他本身 其实那个也是要保护他自己 因为他移动速度非常慢 人家不会发现他的存在 同时他身上还会长青苔 这个因为你长青苔以后 你就跟那个整个 很像我们 对 跟那个树木植物 完全是融合在一起 他身体会长青苔 对 会长青苔 那很久没有动才会呢 对 真的 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 这个物种 那当然你说像我们五味熊 五味熊他其实讲起来 因为是那个吃了的胺素 那胺素他因为有一种酵素 那会让他这个产生 很像有喝醉的那种感觉 酒精 对 那喝醉的那种感觉 他就会在那边休息 所以他一般 像五味熊一天睡觉要睡 大概将近十六个小时 十六个小时 所以他们酒车都不会过 但他们也喝酒都不开车 那肃篮有打棒球吗 那打棒球 我想只有地上这样滚动 这样可能可以 因为打棒球 我们每次都看慢动作重播 原来如此